是什么让我们曾经难以望其向背 我们的这些国产战机 没有成为第一届驻外航展的明星 是什么让中国航空人奋起直追 我们的技术水平提升了 我们的自信心提升了 又是什么守护着我们的辽阔江湖 你的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 设计的创新和飞行的创新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30分钟 带您和珠海航展往英机长空 就在前不久 第14届中国航空航天国际博览会 在珠海顺利地举办了 这次珠海航展可以说是亮点不断 我们国家的20家族系列飞机 歼20 运20 直20 运游20 是在航展当中与观众们见面了 而这些装备的陆续亮相 也让不少人切身地感受到了 中国空中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和提升 那到底是什么让中国航天人 使中国的军机能够华丽转身呢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科普演讲嘉宾是 军事专家傅前邵老师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演讲 探珠海航展望英机长空 掌声欢迎傅前邵老师 傅老师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长空无效果 珠海金铜铁 大家好 我是傅前邵 他20年如一日 见证了我国武器装备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他撰写各类国防科普书籍 十余套 为我国科普事业天专家瓦 他就是国防科普作家 军事专家傅前邵 今年的珠海航展 有不少的装备亮相 这其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我们的歼20战机 在地面展示给了观众朋友们 我想问问您 这种地面的展示 跟空中展示 到底区别在哪里 地面展示能够看得更清楚 而且离观众更近 我有幸是见到歼20 首次降落在珠海机场 并且近距离观摸 它的成员之一 也就是说 在空中我们看到 它的飞行姿态 而在地面展示的时候 更多的观众朋友 能够看到它的很多设计 以及技术的细节 对 傅老师可以说 每一届的珠海航展 都在现场 这个时间跨越了26年 那去年26年 在珠海航展现场 每一次的观察 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中国的空中军事力量 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可以说这26年来 中国空军的装备 当晚也包括海军航空兵 和我们陆军航空兵的装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 从第一届珠海航展 我们展示的二代机 到后来的三代机 和现在的四代机 可以说 这个二十多年来 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如果说 第一届珠海航展 我们和国外的差距 是几十年的话 现在我们的军机 已经能够和国外的 最先进战机 做到并驾齐驱 同台竞技 一届一届的珠海航展 像节点一样 它串联的是 中国的空中的军事力量 以及我们航空力量 发展的漫长历史 而这背后离不开的是 科学技术的进步 那到底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中国航空人 是如何带领着中国军机 华丽转身的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跟舞台 交给傅老师 请您开启今天的演讲 谢谢 说到珠海航展 我们必须从第一届开始讲起 中国的第一届珠海航展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呢 1996年 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年代 那么在第一届航展上 中国的一些主战飞机 首次亮相 过去中国的老百姓 以及外国的媒体 很少能够近距离地 接触到中国的军机 在第一届航展上 很多的观众 近距离地看到了 中国的一些 现役主战装备 包括强武 先机翼 尖八二 当然 本机航展中国军机里面最漂亮的飞机应该是中国的尖八二 这款战机采用的是两侧进气 尖尖的机头 细长的机身 大后列角的三角翼 外观非常漂亮 有人说 好看的战机 它的性能肯定好 那么尖八二是在当时我军战斗机中 性能最好的 它的大概定位是在二代机的后期型 然而非常遗憾 那个时候我们的机载雷达技术不过关 你装上雷达我们看的也比较近 于是曾经考虑和国外进行合作 来开发一款能够执行中距空战的先进战机 但是最终的合作不顺利 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力量 重新来开发尖八二系列战机 可以说国产战机里 我是非常喜欢尖八二的 因为它的外观非常漂亮 曾经被很多网友誉为空中美男子 但是在第一届珠海航展上 我们的这些国产战机 没有成为第一届珠海航展的明星 而当时的明星是谁呢 是不远万里飞到珠海的 俄罗斯的苏二七和苏三零战机 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的照片 在这些战机周边围满了观众 而且苏二七和苏三零 在珠海航展上还做了非常精彩的飞行表演 比如说著名的眼镜蛇摆动动作 这个动作一般来讲是战斗机做不出来的 但是苏二七做出来了 说明它的机动性非常好 那么苏二七 苏三零 它们属于第几代呢 第三代 机械战机采用了一身融合体设计 编超翼设计 而且呢配装两台大推力的发动机 因此无论是作战半径 机动性 航程和格斗能力 都非常强悍 那么这仅仅是我们在第一届 珠海航展上看到的 国外的飞机和中国的飞机 实际上还有几款 没有来到珠海航展现场的战机 我们跟它们的差距就更大了 那么当时西方国家在制裁我们 它们的军机是不会参加主海航展的 那么它们当时研制和是非的飞机 都现哪些机型呢 F-117A是世界上第一款隐身攻击机 它不但研制成功了 而且已经参加了海湾战争 当时美国还在积极的开发和试飞 F-22这款隐身战机 同时呢还在设计F-35中型隐身战机 那么放眼全世界 那么中国军机和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相比 我们的差距大概是三四十年 通过第一届珠海航展上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那么我们的追赶步伐如何呢 这就要看第二届珠海航展 我们推出了什么样的产品了 在第二届珠海航展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是飞豹战斗轰大机首次亮相 飞豹战斗轰大机 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一款具备自卫空弹能力的远程攻击机 或者是远程战术轰大机 它的作战半径超过一千五百公里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开发作战半径超过一千五百公里的战术飞机呢 因为这是有经验教训的 接下来我们又请我们的档案守护人 为我们在科学派的世界里搜索一下 欢迎来到科学派的世界 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要扩大我们战机作战半径的这个经验 来自于哪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科学派的世界来搜索一下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国歼六战机 在我国南海西沙群岛上空 进行训练任务的照片 1974年的1月17号 南越派出了和文厄舰队 北上占领了我国西沙群岛的 甘泉岛和金银岛 就在两天之后 我们正式打响了西沙保卫战 中国海军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激战 一共击沉了南越的军舰一艘 击伤三艘 同时也升伏了南越的官兵 48人和一名美国的联络员 但是在这场战斗当中暴露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战斗机作战半径太小 那中国的航空人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继续来聆听演讲 西沙之战我们打赢了 终于让西沙群岛回归祖国的怀抱 但是西沙群岛回归了 我们要保卫它 光靠军舰不行 还需要由飞机为它保驾护航 但是非常可惜 当时中国的军机 包括殲-6 殲-7 强-5 他们的作战半径都太小了 从海南岛起飞 飞到西沙群岛上空 留空时间只有几分钟 难以保证完成防空任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军就急需发展一款 作战半径比较大 能够覆盖西沙群岛 甚至能够覆盖南沙群岛的先进战机 于是我们相继开发出了 殲-8和天空机 前面我们说的 殲-8的作战半径要比先机强-5 殲-6这些要大很多 但是要想用它覆盖南沙群岛 还做不到 因此必须要有一款 能够覆盖南沙群岛的 远程作战飞机 轰-6当然可以做到 但是轰-6的问题是 它是轰炸机而无法进行自卫 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发一款 能够具备一定自卫作战能力的 远程攻击机 这就是尖-7的设计来源 那么到了第四届珠海航展上 有几大亮点 这几大亮点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目光 那就是骁龙战机和尖叫酒战机的 全尺寸模型 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这在中国军机的研制史上 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过去从来没有一款战机 在研发阶段就把它公开展示的 而中国的航空人就敢于这么做 正式展出了两款全尺寸的战机模型 那就是尖叫酒和骁龙 那么为什么在第四届珠海航展上 我们敢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提升了 我们的自信心提升了 中国的航空人 能够保证在不远的将来 把这两款金机送上天 果然到了第五届珠海航展的时候 骁龙也好 尖叫酒也好 都没有参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首飞上天 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试飞阶段 那么到了第六届珠海航展的时候 很多外国媒体 包括中国观众 都在等一架飞机 等着它的首次亮相 那么这款战机是什么呢 到了第七届珠海航展 神秘的战机坚实 终于首次亮相了 那么坚实战机的经验亮相 可以说是震惊了全场 该机来到珠海航展 立刻就为观众 做了非常精彩的飞行表演 它仅仅滑行了几百米的距离 就迅速拉起踢头 向上爬升 整个爬升脚达到七十多度 八十度 紧接着它做了一连串的 让人眼花缭乱的高机动动作 彰显了这款战机优异的机动性能 那么坚实战机为什么会引起媒体和观众 这么广泛的关注呢 它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 中型第三代战斗机 它的气动外形非常有特色 它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就开始了新型战机的研发工作 当时在众多的设计思路中 压式布局脱颖而出 科学家发现 该布局能够在战机上产生脱体血涡 能给飞机主义提升升力 从而加强飞机的机动性能 但是国外设计师断言 我们无法研发复杂电控系统 来控制压役 然而中国航空人通过不断的努力 让我们掌握了电控系统 而压式布局也逐渐成为了 中国未来战机的发展趋势 压式布局的飞机 可以获得额外的胜利 胜利大 性能就好 这是一个常识 那么性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水平机动性 垂直机动性 起降性能都可以因此而改善 那么到了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珠海航展 坚实的改进型相继亮相 通过不断的改进改型 坚实系列战斗机 最终将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在压式气动布局的设计上 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和水平 不但坚实战机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 我们还有另外一款神秘的战机 也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 不仅仅采用压式气动布局 它在这个布局上又做了新的创新 这么一款神秘的战机 到底是什么机型呢 我们有请档案守护人 在《科学派的世界》里搜索一下 欢迎来到《科学派的世界》 那这款神秘的飞机 到底是什么机型呢 我们通过《科学派的世界》 来搜索一下 《科学派的世界》 为我们搜索到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歼20的照片 2011年的1月11号 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20在试飞员李刚的驾驶下横攻的首飞 这是中国航空人几代接续努力的结果 而在几年后的第11届珠海航展上 它正式亮相 这一次亮相 它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继续来聆听傅老师的演讲 歼20在珠海航展上的首次亮相 可以说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时间很短 它整个飞行表演就一分半钟 第二个特点那就是震撼 因为它的亮相不但惊艳 而且可以说充满了霸气 仅仅一分半钟的表演 彰显了该机强悍的机动作战能力 那么隐身弹动机在设计上有些什么这样的特殊要求呢 它首先的隐身是对付雷达的 让雷达对它的探测距离缩短到很小 从而让敌方的反应速度大幅度降低 该机在外形上设计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 它的机头截面是基本上属于多能面的设计的 那么这种多能面的设计呢 有助于散射雷达波 减小反射回雷达的能量 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 第二 它的座舱是镀了膜的 镀什么膜呢 镀了金属膜 让电磁波射不进去 除了这些以外呢 它的水平尾翼也有特点 是V字形的 不仅仅是V字形的 它还能全动 这种全动的V字形尾翼 有一个好处 能够减小侧向的雷达反射界面 如果你是垂直的 那么雷达反射界面就比较大 为什么呢 它和机身会形成一个直角 直角的雷达反射会非常强 可以说歼20战机在隐身方面 考虑得非常周全 从而史之成为了一款 相当优秀的隐身战斗机 但是战机光是隐身好还不行 你现在要打仗的 那么无论是中矩空战 就是超级矩空战 还是近矩格斗 都需要有超强的性能 特别是高机动 超机动的能力 那么歼20的机动性 起降性能如何呢 前方说到 歼10战机采用压制机动普局 它的机动性很好 起降性能也很好 歼20更强 为什么 它不但采用了压制机动普局 它的机翼的前缘 还有一个边条 那么无论是压抑还是边条 都可以产生脱体漩涡 就是两个小旋风 这个旋风经过机翼上表面 就可以给主翼征升 包括欧洲的台风阵风 中国的歼10都是这么做的 用压抑给主翼征升 从而获得高升力 那苏两机苏30 F16 FA18 它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些三代机都用的是边条翼 边条跟压抑类类似 由于它的前缘后脚很大 它也能形成一个漩涡 因此 它们也能获得较大的窝伤力 然而 和歼20相比 它们都略逊欲求 为什么 歼20不但有压抑 还有边条 因此 在机翼的上反面 能够形成四个脱体漩涡 因此 它的生力系数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位居世界第一 从而 让它具备超强的机动能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刚才这个短片 你们展示了江云林 所做的这个动作 它到底是个什么动作呢 西方国家的飞行员 特别是美国飞行员 看完以后非常惊讶 因为他们驾驶 它国家最先进的战机 都做不出这样的动作 当然他们只是说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那么实际上 我认为他们驾驶的F15 F16 FA18战机 甚至是F35 都做不出这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江云林战机 我们先说了 它气动性能非常好 比如它的压抑 是可以旋转的 而且能够插动 就是一个动一个动不动 或者正反方向动 它的垂直尾翼是全动的 这跟一般的战机的尾翼 也不一样 那么这么多的控制音面 气动效果都非常好 从而它才能做出 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从中不难看出 战机的性能 尤其是在空战中 你的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 设计的创新和飞行的创新 而这个动作是中国飞行员创造的 为此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 和优秀的飞行员点赞 从1996年的第一届珠海航展 到2022年的第14届珠海航展 26年来 观众也好 媒体也好 从中国的珠海航展看到了什么 可以这么讲 珠海航展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 但是是世界上最有看点最有看头的航展 因为每届珠海航展 我们都能看到新的航空航展产品 都会有亮点 那么这些新的亮点 标志着中国的航空人 通过60年的奋斗 30年的加速和10年的冲刺 最终把中国的军机 从第二代推升到第四代 甚至某些方面 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通过航展 我们看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 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海空三军的航空装备的发展和壮大 再过几届航展 我们将会感受到 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 向世界一流水平外进的步伐 我们要感谢傅老师精彩的演讲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中国科学科普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共同推出的 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30分钟》 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同步播出 刚才我们聆听了傅健尚老师的演讲 我们看到中国航空人 如今也逐渐在迈向领跑的行列 中国的空军力量 也在赢得很多年轻人的观众 今天在我们的云上 有很多观众正在关注着我们这场演讲 我们听一听他们聆听完演讲以后 有怎样的问题要提给您 傅老师你好 我想问您 未来我们国家的隐身战斗机 登上福建舰还要多久 研制大型航母很难 研制隐身战机也很难 但是这两个难题 都已经被中国的造船人 和航空人破解了 因此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一定能够看到 中国的隐身舰载弹斗机 登上中国新一代的航空母舰 我们再来看看 这线上还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会提出怎样的问题 在这次珠海航展上 我们的歼20进行了动态 和静态的展示 那么这次所展出的歼20 有哪些新的升级呢 谢谢傅老师 那么这次歼20首将珠海航展 我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 那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采用的是 巨矢型的维护管 那么这肯定是 国产的动力装置 不仅更加安全可靠 而且寿命更长 它的推力和推动比也更高 从而能够大幅度地提升 歼20的综合性能 曾经可能我们的战机 并不是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而随着一届一届的珠海航展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的战机 它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并且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而我们要有和平宁静的领空 是离不开这些强悍的战机 也离不开航空工业的发展 我们今天要非常感谢 云上的和电视机前 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同时也要非常感谢您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听上去关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故事 还有些意犹未尽 而支撑起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 不仅仅只是我们的战斗机 还有很多非常先进的航空装备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前方高能预警一下 在下期节目 我们还依旧会跟附前尚老师 一起来了解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进程 电视机前各位观众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30分钟 我们下一个30分钟再会 本期科普要点 歼20是我国目前最先进隐身战斗机 并且位居世界一流水平 20家族集体亮相 标志着我国航空装备已成体系 成建制 珠海航展不仅是世界了解 中国空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窗口 同时也是我国国防实力展示的舞台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北京时间和科普中国二维码 在线观看